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1100集 人亡体 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体制 不然何以赶起这个名字呢 居传数万年都不见得能出来一个 是一种有希望顺利正道的体制 是一种活着的传奇 3800年前 人亡殿诞生了这样一个幼童 让他们欣喜若狂 举教欢呼 这简直是上天的神词 然而 这个幼童却多灾多难 不足百日就被人暗算 耗时三年之久才救活过来 期间 更是被人以尽数破了轮海 伤了仙台 几乎将筑机与最后的道路都给断掉 让他们近乎绝望 人亡殿因此而震怒 清洗了教中一切可疑的人 血流成河尸骨过腕 是该叫最可怕的一段岁月 最后 他们终于是以古法 让幼童成长了起来 年少时就危诊天下 但这个人亡体实在是命运多舛 几次因伦海与仙台被破过的原因而散功 两千年前那次最为严重 正好赶上金屋王前往仁王殿抢神女 传说不久之后他就死掉了 空流遗憾 消失了两千多年又出世了 三千八百多岁的人亡 一定会震惊当事 怪不得如此自信 在几个大成王者中磨难最多 几次散功 但却是最自信的 叶凡叶吃惊 第一次遇到这种体质 一清五叹道 他正当无望了 不然绝不可能迎人这么多年 定是始终无果 又年被毁了伦海也就罢了 连仙台也都被斩 仙人出世都无力回天 一个修士 他可以死掉肉身 但却不能坏掉原神之根本 不然正道无望 亦要身死 可惜了 相隔五万年才出现一个人亡 却被人在幼童时毁了道姬 不然而今多半是他的天下了 没有人可与之争雄 纵然如此 多灾多难的当事人亡 也是很可怕的 不弱于人 敢力杀大成王者 一个浑身迎白如白银铸成的王者 飞出古船 有君临天下之姿 降落在羽化仙牙上 傻向前方大站了起来 要取回应得的仙京 仁王出手了 另一边 尹天德掩饰得很好 并未露出身份 神域笼罩降临在此 定住不是高手 正德道人将其拍碎 一夺到半夜仙京 但是此时他的处境 却相当的不妙 第四名 也是最后一个赶到的王者 正在攻杀他 神威滔天 光芒将天穷都淹没了 历天惊叹 尹天德好恐怖 虽然处于明显下风将要不知 但他的敌人 可是一个大成的王者呀 他体内有盛气 引而不发 在对抗那个大成的王者 也一夕说道 此时 他手持神女炉 有莫名感应 毕竟 这是处自古之大帝 手中的名气 以清五白衣圣雪 神色甜淡一语不发 如秋水一样的毛子 很是空明 整个人神秀而灵动 静静地关注战场中 叶凡也没有说什么 仔细观战 他不得不承认 尹天德极其可怕 若非碰巧 收取了其金刚镯 内部的那缕神秘烙印 没有磨掉 真是不知是他来了 效仿古人 骑牛西行画道是假 一直等待这一刻才是真 连结拜兄弟的父亲 都毫不手软的当场击毙 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突然战场中发出一片炫目的神光 一片属于光明属性的场域出现 将当中的尹天德笼罩 让他大口磕血 形体玉裂 他将手中那一黄血 吃金铸成的经纹残片 扔向了空中 被那名大城的王者一把抓住 而后他趁机突围出场域 尹天德吃了大亏 要败走了 即便有盛气在身 也不是一个大城王者的对手 一清五摇头 你们不了解 是吗 难道他只是想暂时退出 丽天的确对尹天德所知有限 因为这个人太可怕了 他一直避而远走 不甚了解 隆隆声传来 长生观的人出手了 那座古老的道观 唯一一件远古圣兵 此时镇压而下 他宏伟无比 每一片瓦石都打磨上了 岁月的烙印 流动不灭的气息 光明王 那是属于我长生观的经意 请你归还 古道观中 没有一个人出来 只有莫大的威压透发而下 压落在天穷上 与十八艘古船一同震慑 第四个人竟然是光明王 难怪他光滑冲天 照亮了夜空 在场的人都吃惊 这是一个被诗人认为 已经死了八百年的大成王者 而今又出现了 还有人记得我 光明王露出了真容 身穿光明袍 虎目射人 神武逼人 头戴王冠 黑发浓密 通体璀璨 龙行虎步而进 如天王将士 光明体 一种超级强大于可怕的体质 与神王体并列 号称光明与神王联手 天道窝有 唰的一声 古道观中身影一闪 一个相貌轻觉到老人脉不而出 如踩天梯 一步一步而下 来到了光明王的近前 道袍陈九 背后是一个阴阳八卦 前方是一幅山川万鹤图 这像是一个从上古年间走来的老道人 给人以无尽古朴沧桑之气 是你 清古道人 一个不是王体的人 却活了三千六百岁 真是让我惊讶 是人都说你作话了 不想 却依旧精神绝说 是我 清古道人 神色目染 今夜可谓活死人的聚会 我们这些死于八百年 甚至两千年前的古人 又相见了 的确 神灵古经让许多死去多年的大成王者 又豁了过来 据此征战 远处 一清武他们屏住呼吸 默默观看 这是一场震惊人事的盛会 可惜我们实力不够格 不然那可是仙家经文呢 真是让人眼馋 立天搓牙花子 叶凡说道 机会快到了 尹天德会出手 我们做第二个尹天德 让几人做好准备 他将神女卢与广寒雀 分别托于左右双手掌心 一个是智阳神卢 一个是智阴宝雀 皆为先天之恨 顿时有阴阳二气流动 让他看起来如一尊上古神明 又一种不朽的神性光辉弥漫 明月夜下 雨化仙牙 清灰弥蒙 几大王者征战 神域 上古秘术 道痕 一起飞舞杀到白热化 清古道人降落后 首先一招手 将一道元神射来 那是正德道人飞出的 人们很惊异 在元神中似还有一魂 正德道人很可怕 可惜遇到了尹天德 能够留下一道元神 已经很强了 叶依稀说道 不久前 他们都见到了一道神魂 断出 躲过了一劫 元神中另有一魂 明灵古道关中的三缺道人 果然可不 三缺道人的确为天总之姿 但也没有这样夸张吧 你不了解三缺道人 世间少有人知其秘 而今他该不圆满 数百年后 那就难说了 依清武道出一则惊人的秘密 何为三缺 是指缺了三条魂 他自幼被明灵古道关主选中 适合学他们的无上秘点 让其他爵士高手相扶 他的三条神魂 分别寄生于其父 与另外两位不是高手体内 进行滋养于道化 有朝一日 回归于本体 到了那时 他就是无缺道人 有这种秘心 一现成为无缺道人 他就会自动成为明灵之友 不过 那可能是几百年后的事了 现在无需多虑 他所修 那是远古的长生经 最是好时 这么说来 方才那道原神中的另一条魂 是三缺道人的 在被滋养 我们想别忘记 我这样一条魂 就不会被滋养了 我可以抖养了 但那是手 都不会被滋抗养的